一起來解 Kyle was deeply 怎麼樣 About not coming in first In first in the swimming race Kyle他深深的 怎麼樣 對於他沒有辦法 coming first 請你幫我把coming first 拉比拖過去 這個coming first 意思就是說 拿第一 什麼東西沒有辦法 拿第一呢 In the swimming race 在這一次的游泳比賽當中 那游泳比賽我們會用到race這個字眼 欸老師race不是跑步嗎 其實這個race它也是可以用來講比賽 可是你不可以把它亂套用在所有的比賽當中喔 race這種比賽它講的一定是跟速度有關 比速度快的 那游泳比賽就是看誰最先游到對岸去嘛 誰最先從英國游到法國去嘛 有一點太誇張 但是可以游英吉利海峽了吧 然後呢 像賽跑我們也可以用race啊 還有像是賽車 也就是在比誰快的 所以賽車叫做car racing 都是跟速度是有關係的 ok 那現在呢我們在講kyle現在心情如何 他沒有辦法得到第一名 所以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沮喪的 欸我們這一刻的沮喪啊 有兩個字喔 一個沮喪叫做depressed對不對 那一個字就是難過不舒服 這個空格要填的是opset 好覺得難過 而他會有兩種磁性我補充給你 首先第一種磁性 形容詞難過的 他不只可以用來講人的心情 他也可以用來講你的肚子 upset stomach 意思就是你落賽了 你的肚子很難過不舒服也是可以的 好那如果呢他當作別的磁性 他是拿來當作是動詞 upset意思就是 使某個人難過 舉例來說 for example it upsets me 這件事情這能讓我很難過欸 to see you cry 寶貝看到你哭熱 我難過 ok upset 講到我難過你們腦袋會浮現什麼東西嗎 還是你們這年代已經不會了 我猜攝影師應該會浮現什麼東西吧 在你的腦海裡 我難過 upset 那我們放在這邊 Kyle was deeply upset about not coming 對於什麼事情感到難過 這個片語幫我畫起來吧 be 這裡是形容詞的用法 難過 對於什麼事情 後面再加上about 好啦 把它學起來吧 哈哈 一架 不管